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矮矮雪山上 一位印度于家士 盘腿而坐在一块石头上 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补衣 身体笔直 呼吸平稳 他的姿态优美而端庄 面容神态安详 毫无紧张和疲惫之感 仿佛他已经融入了自然之中 与大地相通 灵星的小雪偶尔飘落下来 但于家士似乎并没有察觉到 这些雪花的存在 这些雪花落在他旁边 像是在为他加持祝福 在于家士的身旁 一股清澈的泉水 涓涓流淌 发出潺潺的声音 宛如一曲自然的交响乐 而在他的身后 是一座雪山 白茫茫一片 让人感受到 无尽的广阔和静谧 于家士的静坐 恰好与这片自然环境 形成了和谐的气息 泉水的流淌 仿佛是在为他的冥想伴奏 雪山的高耸 似乎在昭示着他追求的高度和深度 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一种 说不出的宁静和安详 在于家士的气场之中 我们能够得到身心的舒缓 和灵魂的净化 我们可以看到 于家士身边的石头 已经结了一层冰 足以看出当时的环境有多冷 但这位于家士 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寒冷的侵袭 他似乎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安静而专注 似乎可以在这寒冷的环境中 找到内在的温暖和力量 在这个时刻 这位于家士似乎达到了某种境界 整个人散发着宁静而神圣的气息 仿佛与万物融为一体 这样的画面充满了宁静 力量和美丽 它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和力量 以及内在的平静和自我掌控的能力 这位印度于家士的穿着虽然单薄 但是他内心的能量却是如此强大 让人感受到深刻的震撼和敬畏 从始至终 于家士的面部表情都非常柔和 充满了内敛而神秘的美感 整个人的气质都非常深邃而神圣 仿佛完全超越了凡俗的界限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于家士如此深度的冥想状态 不禁让人感到好奇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才能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 保持如此的安详 我想那必定是一种美丽而神秘的体验 或许可以让人体验到 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于家士的气质和身姿 让人想起了一尊菩萨 它仿佛是一个充满慈悲和智慧的存在 随时准备着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它的存在让人感受到一份平和与安宁 仿佛身处在他身边 所有的烦恼和纷扰就会被冲淡 他的身上散发出的能量和智慧 让人感受到了于家修行的神奇魅力 让人不禁想要追随他的脚步 走上一条更加有意义和充实的人生之路 此刻于家士旁边的石头 仿佛不再只是冷酷而寂静的物质 而是拥有了某种感情 某种神秘的力量 仿佛于家士在与这些石头连接 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对话 一种精神上的沟通 整个场景已经完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风光 而是一种神秘的融合 于家士的冥想状态 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加神奇而充满能量 泉水流淌 雪山高耸 石头静谧 都在陪伴着的 共同创造出一种超越了物质世界的灵性和美好 让人们感受到身体 精神和灵性的和谐统一 在这个瞬间 我们仿佛也感受到了内心深处的平静和安宁 下期我们也将继续追随于家士的脚步 探索他在喜马拉雅山的修行之旅 看看他将带给我们那些关于内心深处的启示和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